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郑平医师和心悸律师王丽慧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新的综合症 叫古姬嫂综合症 那么会合并叫做综合症呢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常常连妹发生 也就是说古松跟姬嫂几乎是连带在一块 双生兄弟看到这个就看到这个两个长得挺像的 目前科学家发现他们之间发病的路径 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除了这个综合症之外 还另外有一个综合症是三合一 他叫做古姬嫂肥胖症 那除了古松姬嫂之外又合并肥胖 所以也有三合一的综合症 那么所谓称之为综合症或是症候群 这英文都一样叫syndrome 那这就表示他们常常会连带的很相关的一起发生 比如说各位常听到的这个代谢症候群 他就是代谢综合症 他会有高胆固醇、高血脂肪、高血压、高血糖 常常就是好像连环状一样 大家都状在一块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他们发表了一篇 79万6千多个研究对象的有关肌嫂症跟股松的研究 他就提到说四肢肌肉量上肢跟下肢肌肉量如果多 那么你股松的危险就小 就是你不太会股松 如果你四肢的肌肉量少细瘦 就是这样白幼瘦嘛 现在不是喜欢白幼瘦嘛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白幼瘦很细瘦的话呢 你可能就会股松的机会很高 那在社区的老年女性里面 他们也发现了这个肌肉少啊 肌肉流失啊 就是股松独立的危险因子啊 你不用去管他的教育程度 营养程度 生活形态啊 有没有运动 你就不要管 你只要看到他肌少 他大概很容易会股松 所以叫独立的危险因子 那么这个股松跟肌少啊 这两件事情在这个老年族群里面 都会造成国家跟社会很大的医疗负担 因为呢 股松就容易骨折 骨折就容易卧床 卧床呢 就是增加了很多的医疗经费的支出 那在2010年的时候 27个欧盟国家就统计了一下 他发现他们股松啊 造成的这个医疗费用 可以高达350亿欧元 肌少会怎么样呢 肌少就会造成你生活品质不佳 造成你就是disable啊 就是比较失能一点啊 造成你生活品质不好 你就还会忧郁啊 还会合并情绪上的问题 那不管是失能或者是忧郁呢 将来就可能造成住院啊 造成医疗负担 2000年那一年的时候 美国他们就统计呢 他们在肌少上面呢 可能会耗用的这个医疗费用呢 就高达150亿美元 到现在已经2023年了 过了20年之后呢 股松跟肌少呢 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呢 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 因为呢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老年社会 越来越老年化的情况之下 所以股松跟肌少对于医疗资源 还有医疗经费需求是更大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股松有各式各样的药 双磷酸盐的针剂啊 点滴啊 扣服啊 还有抗体药 像宝格力啊 或者像这个副甲状腺炎的股纹啊 我们在股松方面有各式各样的药 那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发现说 股松可以同时去治疗肌少 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因为股跟肌呢 他们两个呢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合作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应该说 骨骼是一个单位 肌肉是一个单位 还是股肌 根本就是同一个单位 2016年的时候呢 比利时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老化情形 非常敏感 而且他们也很重视他们老年的生活品质 所以他们认为呢 股松跟肌少呢 到底是两个病还是一个病 他们觉得几乎有可能是同一个病 他发病的这个途径几乎是一模一样 再加上呢 股跟肌呢 他这个结构呢 其实他们是经常不断的在对话跟沟通 我们发现到他们之间有这个机械性的效应 那还有着骨点的问题 就是他那个附着的点 我们称之为着骨点啊 这个着骨点的问题 骨跟肌几乎就是完全一体的 根本没有办法分开 因为肌肉附着在骨头上面 他不是靠着他 他乃是像植物的根一样是会扎进去这个骨膜的 所以肌肉的生长啊 肌肉长得越多 他会去牵扯这个骨膜 他还扎进去刺进去穿透到人家骨头里面嘛 所以呢肌肉的增生竟然会促进骨头的增生 那我们又发现了如果骨头增生的话呢 他又会拉扯到上面的肌肉嘛 比如说你骨头长长了 像小孩子身高拔高的时候骨头长长了 肌肉要不要跟着长长 当然也要跟着长长嘛 因为他就附在上面了 所以骨头的长长 肌肉也会长长 那么肌肉的生长也会拉扯骨头跟着生长 这个叫机械性的效应 但不只如此 骨跟肌之间他们还有内分泌的相互作用 还有旁分泌的相互作用 我们先讲内分泌 我们在骨质的生长的时候啊 会有所谓的成骨细胞 专门负责骨质生长 那这个成骨细胞会分泌Osteocalcine 我们叫做骨盖素 这个骨盖素被分泌出来之后呢 就会成为骨头在长的这个骨肌质 我们发现Osteocalcine 他其实不是只有在骨头里面生长 甚至他会促进肌肉细胞的生长 这个骨头分泌要用来长骨头的东西 竟然他就会去刺激到肌肉的生长 除了这个内分泌的作用之外呢 还有所谓的旁分泌 就是肌肉会分泌所谓的myocytes 肌肉激素 然后骨头会分泌骨头的Osteocytes 就是骨骼激素 那他们之间还会相互作用 现在就是发现这个肌肉发炎因子 可以去帮助骨折的愈合 然后骨质的发炎因子 比如说前列腺素 Prostaglantin E2 他可以去帮助肌肉的受伤修复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好邻居 非常非常的互相帮助 那如果呢 是肌肉里面所使用的信号因子 比如说是Nucleal factor 它会抑制细胞的生长促进肌肉的流失 同样的他在骨骼 他也促进骨质的流失 所以呢 感觉他们两个好像用的讯号因子 通讯兵好像也是同一个人 因为他们两个经常不断这样子的对话的关系 所以才会被认为说会不会其实这两个我们应该放在一起同时研究 那目前的话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骨松的药 没有看出来对于肌肉有什么帮助 可是目前在研究的肌肉的药 却常常呢作用在肌肉的时候可以作用在骨头 下个礼拜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荷尔蒙治疗 其中有一个叫SARMS 就是Selective Ente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这个SARMS 它是一种搞固筒 这种搞固筒呢 通常我们在健身房的时候就会被 拿来当做长肌肉的健身用药 它除了长肌肉之外 它可以促进骨骼的愈合 在骨折的时候 可以让你长骨头 那它也可以促进骨质密度 作用在肌肉的药竟然可以作用在骨头 那么另外还有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肌肉生长抑制素 叫Myostatin 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开发出抑制掉肌肉生长抑制素 因为我们发现在老年肌少症的这些妇女 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些人的身上 他们的肌肉生长抑制素都偏高 所以就会造成他们很容易肌肉就流失 因为肌肉都被抑制掉了 不太能生长 那现在你如果反过来开发一种 把肌肉生长抑制素抑制掉的东西 就是要让它肌肉能够好好的长 可是我们发现肌肉生长抑制素的抑制剂 竟然呢 也能够让骨头好好的长 所以这个就是 它的这个特点 另外现在还有在动物实验当中正在开发 进行这个Irisin或者是Zelunanin 这些东西 也都发现他们不是只有作用在肌肉 他们真的呢 在帮助肌肉生长的时候 在build up muscle 的时候 它同时可以促进这个骨头的生长 所以现在这个是一个 开发的方向 就是呢 我们在 开发出让这个肌肉生长的 药物的时候 可以同时的 看能不能够去预防到骨质输松 所以呢如果能够朝着 二合一的一个方向去讨论的话就不会像 目前的骨松的药就是纯粹针对在骨松 那对肌扫症好像没什么帮助 那如果我们可以认真的想 骨跟肌把它想成是同一个单位的话 那我们在研究肌扫 如何预防肌扫症 如何延缓肌肉流失的药物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同时呢 要把预防骨松的方向和目标一起放进去 也就是骨肌同时 生长跟骨肌同时不流失的这个药物把它发展出来 骨松有很多药可以用嘛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常常的运动 因为你又不运动的话就是会容易骨质流失 所以同样的肌扫症也是 运动一定要运动的够嘛 无运动的话呢肌肉也容易流失 但我们也讲过呢 不是只有运动有帮助我们认为活动 我们教过neat嘛 就non-exercise 这些 这些他也对你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neat 非运动性的活动也要经常的保持 总而言之呢人活着就是要多动一动 那今天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